最近消息 高雄金船有老師疑似虐童 是一名四歲的小男童 從幼兒園回家之後就跟媽媽說 他被老師打屁股了 媽媽釣魚了監視器畫面發現 老師疑似拿著玩具槌 敲打在男童的身上 導致他的腰部有挫傷 分而對幼兒園的老師提出傷害告訴 目前警方已經接入調查 也通知了兒少單位 他四歲的小孩在幼兒園內 遭老師打屁股有受傷的情形 那本分局獲報後 依規定受理報案 並立即傳訊相關人員到案說明 警方調查發現 這個四歲的小男童 疑似因為中午不睡覺 遭到幼兒園的老師 拿著塑膠玩具槌槌敲打 不過老師說 他自己是拿著槌子輕敲床墊 並沒有打到小朋友 目前男童的媽媽 已經帶男童到醫院驗傷 而且對老師提出傷害告訴 目前警方也已經完成他們的筆錄 也查扣了堅持器畫面 通報富幼隊以及社會局